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5月5号 今天礼拜五 现在是下午的晚上的5点38分 5点38分 我们现在刚接了第一单 现在接了个连单 19块钱八卖的 刚取了第一单 压圈圈 然后现在去取第二单 现在是温度大概是 手机上显示的是15度 昨天13度 今天15度 明天就17度了 但实际上我车里的温度达到了17 8度了 差不多了 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 暖和了 我现在往哪里走 往这边走 哇塞 堵着了 堵着了 哎呀 昨天早上我在等我的轨帕的钱到账 结果等到中午还没到账 把我急的急坏了 我说就能弄几百块钱至于吗 超市也拖欠我工资 轨帕平台也拖欠我工资 结果好像是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但是我手机好奇怪 你点击之后这个信息就没有了 会消失 我就点了一下就没有了 然后我大概晚上7点多钟再查了一下银行账户 那个钱还是给我打怪了 就是上个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四做不做的单子的钱 就那么几百块钱 又不多 就你们一顿饭钱 这都不给我 然后今天礼拜三 礼拜五是吧 昨天没有拍 本来昨天也是想拍的 结果出来戴国的时候呢 光拿了这个摄像机了 没有插内存卡 我跑了两单就没有机会拍了 前天到沃尔玛已经是几点了 已经是四点了 已经四点了 然后我逛了沃尔玛 逛了bassby 逛了step那个 然后再逛了四五家店吧 我逛完之后差不多到家都已经快八点了 基本上是快八点了 然后呢 我再自己下个面条吃个饭 吃完就基本上就 哎呀 就是礼拜三啊 礼拜三我基本上说 说出来跑 跑车子也没跑了 然后看了大概有三四家店里面有的打印机 这个打印机吧 我看了一下 反正比网上呢 是要贵那么几十块钱 因为网上有坑 它有时候呢 是包邮费的 有时候是不包邮费的 所以说你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比如说便宜的200块钱 就是哇 你觉得这个机子200块钱很便宜 比方原价350 它呢 可能是 就是说打完折之后呢 它说 那个是那个200块 你就觉得很便宜 但其实它没有告诉你的是 它邮费还要另外掏过60到70块钱 这等于说你就只便宜了不到100块钱 你知道吧 就类似有这样的套路在里头 所以说一定要看清楚 它也有包邮的 包邮的是270到280 这个如果是350的话也就便宜个70 6070的你知道吧 也没有也没有多便宜到哪去 因为你还要买些耗材啊 纸张啊 是吧 这些算是便宜 但是你也是一定要买的 我去这家第二家店 我好像之前有去过嘛 感觉没有来过呢 这家店好像去过嘛 来过来过 是来过的 来过的这家店 感觉这个名字这么陌生呢 然后这是昨天和前天 昨天晚上下雨了 昨天是晚上还是下午 前天晚上也下雨了 反正昨天前天就下雨 但是今天没有 今天是打晴天 我现在是对着太阳了 对着太阳就可能就黑一点 然后我们这单子应该是送到北边去的 到时候北边就好了 就是这段路是朝西的 Jeric朝西 所以说对着太阳现在是5点43分 还有6点40分 还差不多两个小时太阳下山 所以说现在光线实在是不好 哎呀哎呀哎呀大妈的 哎不是吧今天也想了 董川想了 你等一下午都不再想的 想一个5块8毛6 5.7 我靠 想了想了还不 还不是不想了 吃不完呀这是 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是往 是不是不是往这个口子 我看一下是往哪个口子 是好像是往前面这个口子 okok我们往这口子拐吧 啊我知道这家了 我知道这家了 我感觉是有点印象的 这家后面有一个停车场 进起来了是吧 哎呀这这东西吧 你让我说名字吧 我不也得想起来 那地方呢我就看得很明白了 这这这这这我哭不了 我又来一个 看看什么价位 16块钱两卖 你在开玩笑吧 啊16块钱两卖 这是这这这什么店啊 16块钱两卖 我这个19块钱七卖 哎呀他妈的 只能忍痛剧阅了 忍痛剧 我都拐弯过他 你冲出来了 我差点把你转了个屁 哎呀这么娘这个屁 好了 我就知道这有个停车场是吧 我们先找个车位停吧 然后我们待会再聊 哎呀16块钱呢 说说说说没就没呀 现在我们要去做 我们要去送了 大概这个地方都不让我往左拐 然后我们就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不让我左拐我们就从这边走 哎呀刚刚那个16块钱两卖的 确实是很值啊 但是我这个接了 我这个我这个是两个单子 是同一个人 就是同送在同一个地点 就是十 现在送就是十十十六分钟 五点六百 五点六百 哎呀这边 哇这边那个火车站总算是建好了 是吧 那整整整挺漂亮的 总是建好是吧 这地方到底往往这边走 到底是有没有红绿灯呢 好像这个口子 哎呦有红绿灯的话 我就不去往这边走了 要不然的话就很麻烦 哎呀16块钱大了 让我念念不忘啊 如果是我送完这单 再给我一个16的 那就说 是吧 这东西吧 可遇不可求 哎 我的轮胎是这样的 我的轮胎是37383940 我不知道我的轮胎发生什么 什么情况了啊 3738是我的左边的这两个轮胎 3940是右边的两个轮胎 哇擦我不想 这太阳照的 那个气息还有差距能插到三 三这个这么大吗 哇擦 好邪门哪 我的四个轮胎呀 跟着老婆一样 哎呀 然后然后今天 今天去上班 昨天呢就剩那大佬一个人上班 哎呀把他给累了 这都不行了 他他现在要要找两个帮手 找两个帮手 哎 不不不找帮手的话 那那那等于说他大佬什么都干了 哇 他太阳照了我才眼睛这么开了 哎呀哎呀哎呀 讨厌 哎呀我我为什么要去买 嗯 我打断我了 6块钱 2.5卖哎呀 这几个价位都都不是特别好 我为什么要买打印机 哎呀我上回说去图书馆做那个打印 图书馆打印机啊 我查了一下惠普的惠普激光打印机 M506吧 这个这个型号呢 在网上呢现在没有没有卖了 你去二手的地方应该有 他只有他改进行什么 M506N啊 M506D啊 还是M506什么什么 X啊 就是X啊 好像就是没有M506了 这个M506那个差不多卖价呢要到差不多要到400 400度 就是M506最新的情况 M506X吧 不知道是N还是X 是大概400多块钱 哦这样的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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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书馆的打印机还还还这么便宜呢 就说M506的原型机的话差不多也也将近在两三百左右 那等于说等于说他们就像那个图书馆采购的 或者是别人捐给那图书馆的打印机 还真不是便宜货还是真的是还不错的货 就说基本上都是在两三百以上的三四百以上 哎呀 卧槽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打印双面呢 是我没有设置好吗 还是说它的驱动没有装好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不知道我下回找机会 咱们再去打一点东西 咱们再试一试可不可以双面打印 双面打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因为两三百的这个打印机了 你都不能双面打印那是开什么国际玩笑 应该是没有调好 没有调好 因为我打印的时候我打印设置里面没有发现那个双面打印的选项 但是呢 我就查一下网上说应该是它的打印的驱动没有更新的应该有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 等我下回有机会去突然打印东西的时候 就我去试一试 我把它它的驱动给更新一下 看能不能双面打印 它是惠普的激光打印机M506 应该是506吧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506吧 这个机子还是蛮 就是说采购量还是比较大的 哎呀哎呀哎呀 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不买激光打印机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打印点照片 我觉得激光打印机打印照片就不行了 你必须才有喷墨的 喷墨的话 如果说你每个星期都打印一张两张的话 差不多喷墨不容易堵 不容易干 就怕你不用 就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喷墨打印机 彩色的喷墨打印机 那三个颜色你都不用 你只用黑色的 那另外三个颜色就很容易干 干了之后就很容易把那个头给堵了 如果说你每周打印一张两张彩色的照片也行 什么图片也行 这样的话呢 虽然说耗材是耗费了 但是能保证它的喷头不堵 是吧 就是这刚刚是那个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7块5毛6 3.4买的 刚刚那16的没接啊 我现在有点后悔啊 但是没办法 对不对 鱼和熊掌 你不能又要又想要是吧 你怎么选一样 对不对 什么都想要去吧 不行的是吧 我多天前天想了两个话题 我今天忘了 我不知道是 现在记性是越来越不好 反正我想了一个话题 能够出来刀一刀一下 结果呢 哎 还不行了 这条路是什么路啊 就是医院这条路 医院这条路啊 警车在响呢 是我才能幻觉了 那个打印机 最近那个小米手环8又出来了啊 8好像听说要涨到70多块钱了 70块钱就划不来了 就划不来了 他现在的设计吧 跟那个7跟跟之前设计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那时候 他的表带啊 有点像苹果的表带 可以拆卸的 你想装什么表带都行 这个改进确实是不错 因为之前的表带呢 都是塑料的 很麻吉的那种 很容易坏很容易掉 这次改进了 但是我觉得 这都不是重点 你改进表带这个东西都不是重点 关键是你没有货 是吧 你的小米7续航就不行了 以前春牛逼说半个月不用充电 是吧 现在说一个礼拜不用充电 现在我每天都充电 小米7不行你知道吧 他的那个电池不行 然后呢 还有一个血氧 血氧也把我坑了 我本来说要是看到一个血氧功能的 我以为是血腾 结果不是啊 就是血氧 血氧又什么撤呢 这个毛线呢 血血氧又撤 就是这几样东西 一 电池续航要好 二呢 可能就说 还有什么东西呢 续航 这个这个这个 你像最新的功能有什么 可以在手上打游戏 神经病啊 谁会拿着手表打游戏 哎 真是无语了吧 那不是重点的 重点就是续航 二呢 这个这个睡眠监测 睡眠监测小米7很费电 你开那个开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基本上 基本上你18个小时 不止 三六十八 对18个小时你就要充 充电四天 要不然电称不到 称不到20个小时 你知道吗 小米7这个电池称不到20个小时 哎呀 所以呢 所以呢 就那个 然后呢 我现在我现在钱都到账啊 下礼拜要去 要去这个修车了 修车了 要修车 还要 反正反正就把我 各方面的检查要剪一下 差不多 从几月份开始 应该有快快快快 快小半年 我的车量都没有 没有去去检查了 包括刹车片的什么东西 都没有去看过了 都不知道现在要不要换 换的话差不多要一 那个一二百块钱 哎呀 被卡到了 要一二百块钱 哎 什么什么什么要钱 我差不多我带个五六百去修吧 带个五六百去修 修车 修完车 就不得有钱没钱去买打印机了 你要吃饭吧 对吧 你不吃饭你不要加油了 对不对 还交房租吧 马上要交房租了 哎 我就卡他一下 哪哪 这个太阳的开车正牌 哎呀 这是在哪啊 这是在这个小区里头 哎呀 反正比较近啊 比较近差不多就在这条路上了 主要干这个干那个吧 嗯 看看吧 看看吧 不行的话我们去找个地方 270 就270 290 是吧 把那个东西买了再说 多点是我不想去 不想去那个 不想去这个这个网上买 因为我 我如果是要换要退的话 再往上实在不方便 很麻烦 方便是方便 时间成本占的太多了 时间成本占的太多太多了 我要开通调了 又到18度了 有点热了 哎 通调路不好 对对对 好了我们快到了啊 现在是6点56分 哎呀 刚刚呢在回来的路上 有朋友给我打电话 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没有拍 现在呢在这个街道上面 回来之后呢 我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差不多6点40 6点40多接的这站 然后呢等着这个唐吃店 非常火爆啊 然后呢等了十几分钟吧 十几分钟现在6点 刚刚是6点55拿到这单 现在是6点57 嗯差不多等了十五六分钟吧 然后这单呢 哎 总才等到这个这个十六块钱的单子 哎十六块钱大概是三点五卖 哎呀真不错 这才像那个礼拜五嘛 才像周末嘛 对不对 你没有大单子能叫周末吗 是不是 哎呀按照现在最流行的歌曲 就是这么唱的 哎 在大道的在大大的街道上 等啊等啊等 等大大的单子 赚大大的钱 是吧 你非要去小小的街道上面等啊等 赚小小的单子 赚小小的钱是吧 就要去大单子 刚朋友呢 把电话 哎说要这个手机公司套餐之类的 都已经弄好了 弄好了呢 然后呢就准备去交钱 然后我说我这边还要去那个注销 注销你要那个户主的户名和密码 哎呀这事很麻烦 所以说我还要去问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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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和密码 用 有了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呢 才可以去这个去把你的这个就是就是说你原来这家公司 转到另外一家公司 现在需要用户名和密码了 最麻烦 最麻烦 哎呀所以呢我还得去问这个 我换了家公司 换了家美国最快的这家电信公司啊 因为我怕有时候下雨的天气啊就没有信号 就跟我之前似的 我之前一到下雨的天我都不敢出来 有一个原因是天气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信号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一下雨信号不好 哎呀更麻烦了更麻烦了 所以说呢我还是决定要换这家公司 换这家公司呢我相对来说呢 我的信号要好要好不少 哎呀这样的话我就要准备钱了 哎呀这样的话我的这个把音机又要往后拖了 下礼拜下礼拜把车一修 我就要准备房租钱 准备房租钱准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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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的钱 因为这个电话钱你得准备人啊 不准备的临时要去哪里要啊 然后呢 然后那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我操红了 对吧 然后这样的钱就够了 预算又又又又又又又超了 所以说打印机这个月买不了了 下个月买不了了 可怜哪 打印机都一搏三折 穷人真他妈穷人 哎呀你往后推吧 反正现在打印机说也报完了 最重要打印的东西也打印完了 下半年除了上课 可能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打印 那就没有必要了是吧 没有必要了 在长大的 在大长大大的街道上 等啊等啊等 等等等等等等 等大大的单子 接大大的单子 哎呦 等啊 排华 生活的钢丝上排华 堵的就是自己 不会有大病 堵的就是这个车 一路平安 这个如果是把这条线 放那个 拉长来看的话 每个人都是这个德行 是吧 每个人都是在走钢丝 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走钢丝 哎 当然了 这个大话啊 这讲了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一点意义 哎呀呀呀呀 看下看下看下 今天还行 明天呢 刚刚这个单子还有几分钟到 嗯 这里还有小区 什么地方 还有小区 哦 这莫非是那个小区要他 那个 那个有一个小区 他那个房子吧 建的比较低 海拔比较低 特别低 所以呢 我的车要开下去 就跟 就跟那个那个 要往底下开 大大的房子 这车好牛逼啊 你行吗 挺好挺好 这单接了 刚刚那单19是吧 这单是10 10 这才多少钱 这才16 对19加16 35块钱 35块钱 5点到现在7点 做完以后也就7点 就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中间等了一个小时 我5点半接的单子 等了半个小时 6点40 6点10 对 6点多完的单子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做单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连接在等一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都是等待的时间 哎呀呀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另外去买一个网卡了 对吧 我如果是这个信号号 也不限流量的话 我就不需要另外再买个网卡 其实我 我现在电话费吧 我现在电话费啊 我现在电话费是两个 25的 就一张是他们上网的网卡 另外一张呢 是用来打电话的 如果我办的这张 如果是35的话 我就可以省掉 省掉15块钱 是吧 那一年我就可以省掉15 存以12 一年我会省180 可以啊 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另外再 再养一个卡了 对吧 那就这样呗 对吧 那挺好吧 这样的话 就说我虽然我每个月的花费 这个电话的花费 每个月从25涨到35 但是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我还是省钱了的 对吧 总的来说我还是省钱了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省钱的 就是我之前两张电话卡 是50块钱一个月 我如果这个是35的话 我还是省了15块钱一个月 可以可以 这个买卖还是滑的来的 还是滑的来的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信号不好 网络也不够 所以呢 我就另外买一张网卡 用来上网用的 结果呢也没啥很大用的 哎呀 这不就这个小区不就在这吗 好了 我先去放单了 我们待会再聊吧 拜拜 这种小区呢一定会有这样的车库 如果没有车库的话 在这个小区里面 找车位啊 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之前呢也住过 新鲜草原也有一个这样的小区 但是呢 那边小区除了户主 它有一个这样的车位之外呢 像我们这些租客 都没有车位 没有车位呢 就是每天找车位特别痛苦 我看一下我现在要去哪里 我现在要回到监克 就是在这种小区里面找车位啊 特别痛苦 你看到这个路边上有很多空位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能停的 像这个地方 有屎龙头的也不能停 像有些这个是屎屎干嘛的也不能停 然后呢 然后反正你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吧 基本上就没有车位了 哎呀 真麻烦的 像这个租客 租户 我觉得还是你最好的 还是要找那个别宿 别宿这个停车位多 像这种apartment吧 基本上我不建议去租 除非你是没有车的 没有车的话 租apartment是最好的 但是2块7 3.1万是拨单的 但是有一个另外的坏处就是 如果是住apartment的话 我就不会选择住这么远的apartment 我会选择住在马哈顿附近 就是坐在法拉乡附近 越近越好 离地铁站越近越好 你不会跑这么远来住 住一个apartment 在没有车车的情况下 那不是找对手吗 对不对 我现在是往那边走 对 我现在是远路返回了 远路返回了 远路返回了 远路返回就行了 好了 我们今天呢也聊得差不多了 今天到这吧 到这吧 今天可能要 今天现在7点10分 7点12 10分 还有半小时太阳下山 但是天边很多云呢 看看天气 抱一抱天气 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 可能待会还会下点阵雨 开什么玩笑 明天礼拜六 温度是8到21度摄氏度 然后呢 这个后天是礼拜天 是10度到22度 大后天礼拜一 是12度到24度 然后礼拜二呢 又下点雨 就降点温到10度到17度 礼拜三是8度到17度 然后下礼拜四是8度到22度 下礼拜五 12度到25度 下礼拜平六 是13度到23度 哎呀 我突然发现 天气是慢慢开始热起来了 但是请记住 能看到这里的人 请记住 我抱的是今天此时此刻的天气 到了几个小时之后 可能天气又会有变化 那个时候我这个又算不得准的 哇 这边上是法拉利吗 这个法拉利开这样的路 你那个底盘你不得 今天换一换的 六块零九 七点零麦 七麦 哎呀 今天滚爬不行了 今天滚爬的单子都不好接 好吧 今天到这吧 拜拜